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综合了联储局12个区 每个区最新经济活动的发展 如果你偶然有看的话 以前一本本印出来现在就在网上看到 它是有对每个州的经济那些微观的描述是挺清楚的 譬如说最近的企业怎样 生意难不难做 借钱容易容易 这些不是纯粹量化了 是质化的东西 它都会提到的 甚至除了企业之外 住户那边的消费力怎样 各样都会提到 所以它们除了在数据之外 它都是会参考这个渴皮书的 是有传统他们做的无形的预测 我觉得他们在以前联储局有三本本名买 这三本买其实都是内部用的 他们都有经济无形的预测 那当然不同的那本就预测不同的东西了 但是这个一般来说是机密 所以我们外人就不是太看到他们的 你可以有时上到联储局的那些旧的东西 你找出来你要见到一下 那些就多数是量化一点的东西 所以如果像皮书这么说 就一般不是这样收到内部开会用的 因为联储局每次每六个星期开会 他们都会拿着那堆东西开会 那些东西就不放出给外面看的 但是开会书就是放上网给外面的人看的 那你给外面的人看 那对联储局来说作为一个沟通的工具 那他就不会写得太过艰辛太过难看的 就是你应该是很容易明白的 看完之后那个写法也是相对质化 那这个对他来说是有一个参考作用 但是当然实际上你知道 现在今时今日的减息根本都不是看这些东西的了 实际上都是零有原因的了 第二条 那我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国贺皮书 刚才解释了 就是他十几个州的 十二个州的经济活动最新的那个状况发展 不就是更新的 其实你听我说就没用了 你最主要上去纳一纳 选最新的那期看一看你纳一纳就知道是什么 那跟平时的统计数据有没有分别 刚才都说了 那这个就是他最主要就不是回报一个统计表 因为我记得统计表其中 刚才红蓝绿那些那些书 其中有一本是有一个比较 descriptive的 就是很多table的tabular了一些东西出来的 所以他另外有一套东西是做了这种东西的 那又没有预测价值 那如果你听 看完一个最新状况发展 那他比较描述性地说 你就很难说有什么预测的 但是就是你对那个整体经济的发展的感觉会强一点 就是如果譬如说你作为一个不是美国人说的 要他这样看美国 其实看上去也好 你看完之后你真的比较掌握到 究竟现在最新美国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那他也都有很多那些叫做context 就是我们做经济师的时候就说 你有些人物关系可以接触到一些最前线的 最基层的 就不是说只是问某个人就算了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有代表性的 presentative的问一群人 你最近怎样啊 什么情况啊 就是也都答到一些真实的东西出来 那这个才是重要的 好 第三 比如书强调部分 地区消费者行为转向廉价代替 这些东西是否反映美国消费降级经济成长受限 这个都很明显的 因为过去的时间我想股市走得比较快点 楼市都OK的 但是你说在美国来说 因为其实我贫富原始都很厉害的 有很多人都是没什么钱的 没什么钱去入市的 所以其实市场有多少都不关他的事 那他们都是打一份工的 打一份工其实美国的税又不是说轻 普遍来说都三分之一的tax了 那你比如disposable after tax的那个 只有三分之二 那本身人工不是很高 那当然也不是很低的 那些南岭的那些都 就是你说拿个巴士啊 做一些南岭的东西都好像很好的人工那样 但是他不是 他不比香港的 但是他不是说好到很丰盛而已 所以他们其实洗费不是真的很充裕的 很多时候都是慢慢紧 甚至是滚着卡去洗的 那如果你说 那个成本一上了去 通账跪了 那当然就对他来说他一定要降级啦 那这个都不是今天的事 过去两三年都一直在发生的 第四 那美国十月就要数据缩反弹 但是反弹是暂时升的 那 其实你久不久都看到裁员的消息的了 其实就不是 不是说有大规模裁员 但是不见得增长说很好 那还有最近的数据都被人揭了出来 就是经常都开 第一次出的时候就认识大 接着之后就修正向下 做起大幅修正向下 一个annual review就整年 整整年 减了几十万 就是其实这些 又是有些稳笨的情况 那所以就是你本身说的数据很好都好 其实实际上都不是真的那么好 那当然没说很淡 不过都是弱了 那另外就是这个就业 市场保持强劲通胀是否难以下降 首先就业如果你的增长 就是不是好像数据那样 就认识大的话 其实都不是真的很强劲 那如果按年 按年那个计算的话 那个飞龙职位其实都是 一点多的percent增长 其实都不是快的 那所以通胀其实一直都慢慢是 跌的但是又是那句呢 因为你不是说 即是跌得很厉害 所以那通胀核心的部分 都是大致上站在那里 不是很跌得很多 五三四个percent都是那些位置 现在三边 你最新 美国Coin CPI 在说3.2 都3以上 就是很慢 你记得由跌穿四 三尾那里跌了三头 算三头 3.2 很多个月里已经 那所以其实就是 他这种这样的放慢 实在太慢 那因为就是 政策不是很接近 那个环境都不是十分之 差了 你可以说 那明天也挺好 是吧 经济又可以放缓 又要远着落 但是就是 但是你的通胀大标的时间 是不是拉得很长 一直都大不了标 那五条 大选和利率确定之后 股市会不会回去看基本面 他一直都会看基本面 现在就 有些觉得就是 就是 比较 飘忽一些 因为消息多 就是 战事那方面 大选那方面 但是慢慢的 大选的结果又似乎 有些 有些明朗化 就是 看到特朗普那边 都 贏面越来越高 因为已经有些人在投票了 可能有四分一三分一 投了票都不定 那你慢慢就知道了 就是究竟那个结果 走到哪边 现在看 特朗普机会大些 我 我估 我估都是 因为 其实 从来美国都是 就是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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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女人出来 是 就是 机会不大 就是说真的 你 你初初好像很有威胁 那样 你玩到尾的时候 其实 其实大家真的 放一张票到箱子里 那一刻 都是给了个男人 就是 现在美国就是这样 都始终有这种 所以 他 先天他本身就输了这种 那你再说 最近出来的表现 大家会问回头 好像一样 就是 问很多东西都不懂 那 就是 当然 你特朗普 又 有些乱来 就是 做些事情 你说是不是 个个都很维持 也未必 就是 基本上 很多 想法 其实 你想着是谁都定了局 都不会说 特地 这几个星期看完什么 才会改 但是 也 也都是正正 就是他有三 几个摇摆周分 就是很敏水的 就是 可能是 数以万计的人 已经可以影响的结果 其实那些又很难说 所以 现在 主要看来看来 都是那些摇摆周 那几万人 就是这样的 那些就很难 因为 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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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 去到 那一刻 你 会不会有些事情爆出来 都不知道 不如现在看 就 都觉得 还是 特朗普 赢哪些 那 没有的 就是 基本上 就是经济的因素 就是经济 是否撑得下去 就是职位 通胀 都是那些东西 就是 那我想 我想是 没有什么新消息 就是 当然你说 打仗 入东的话 俄罗斯那边都慢手脚了 那你一入东 其实那些战事 就会拖慢一点 那另外就是 这个 选举 结果出卖的时候 那当然都 你剩下的因素 都是经济的 那应该看那些基本的 第六 现在美匯指数 看这个 渐息不渐息 对美匯有什么影响 其实修正 因为你之前 在上次讲座 我都讲过了 都 你不得很下的 一百 就比你穿一些 结果都穿不到 接着抽回上来 一抽就要四五格 那其实 比我想象中多 我初初 我估它都是 1034左右 你走多一格 那整个局就要微调一些 始终 美国 你 是减也好 通常是跌也好 其他的都是一样 甚至差一些 所以其他那些 那个拾口 就是 看法相对会夹一些 相对谈一些 加拿大 减半厘 现在欧洲又唱 他又减半厘 那其他都和他比较多的时候 现在美国 年底可能减四分之一 就是12月那次不动 那你 美国之前是唱大了 现在是缩回手 那现在到其他那些 非美那些 就开始减得多了 那你变了 这一阵就相对说 美金都会强的 但是那大裂口 就差不多填满的了 那104 105左右 就差不多飙了 那在这些位置 又不是说没得升 但是我想先站起来 起码 所以接着来 那几个星期 我相信那些市况 就会趋于波幅小一点 就是 转回一个上落架 多一些过去那几星期 那样单边 以他扯上去 就是美金扯上去 其他东西都堆下去 好了 那有什么问题 在下面留言 有什么事情 不用了 没有 没有 我不能 有什么事 没有 有什么事 我觉得